歡迎Tyson來到我們《戚秋彈》 哈囉 早安 早 當然我們IG也連線了 大家可以看完這個訪問的 送一個帶頭給大家 可以很近地看著Tyson Yoshi 大家可以派心 以及問他問題 他上來首播和介紹這首新歌給大家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光看歌名很明顯是愛情歌 對 大家會猜疑和Christy有什麼事發生 沒有分手 沒有分手 你有解釋到的 但其實不是 背後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故事 雖然有點Bitter Sweet 原來他是寫給粉絲 在他心目中脫粉比分手更痛 我想要追溯一下 你是何時發現 好像有些追隨我的人 他們應該不會一輩子跟著我 首先是 當然是 《風火來電》後 有一群新面熊 新面熊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underground》 即是經常見的 熟的 然後到開始忙 然後就沒有想這回事 然後到 有時候偶爾才想起 咦 對呀 那個人很久沒見過 以前永遠都頭牌 咦 那個妹妹永遠都頭牌 咦 去了哪裡呢 這樣 然後再 上網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些留言 就說 以前的《underground》 他正好一點 現在不料 所以我就會連在一起 將這兩件事連在一起 我覺得可能真的 我變了 他們不喜歡 還有我真的都收過一些 DM就是 你以前的歌好聽一點 你現在的 我覺得 沒那麼真誠 會 聽到這些留言 當然我第一個反應 就是 你不懂 那種感覺 我哪有變 對呀 但通常 那種情緒過後 你自己坐下來 因為我是一個 經常都會 反思的一個 反不反思 即是會想 為什麼 人家會這樣說的人 哪怕是 Hater也好 還是支持者也好 我都會想 然後 想一下之後 咦 又好像是 會不會因為 因為現在多人認識了 不承認 你知道 我自己以前 在班上 都是那些 喜歡聽一些 沒什麼人聽的 歌手 Underground 是比較承認 當全班開始聽的時候 就不聽了 我現在就開始 找東西來聽 對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例如 三副鞋襪也是這樣 你穿什麼我就不穿了 對 找到一個 有些 The things that you like I like it Two years ago 你知道嗎 你聽過這句 你現在才穿嗎 對 其實是很 很白癡的一個 概念 但是 你以前在學校 的確是 會有這種 感覺 所以我就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 這樣呢 還有之前 又鋪了一個 圖片 一些以前 圖片 為了剪圖片 找回一些 以前2018年 到2019年 鋪過的故事 回憶都湧上來 因為以前 不會有現在這樣說 DM多到 真的覆不完 以前我是每一個 每一個都覆的 都真的像陳蜜一樣 我拿著牌 要覆大家 覆大家 覆個Thank you 給歌迷 對 我以前是會 跟你聊天 因為其實 人數不是太多 然後 都會見到一些 面孔 很久都沒有見過 這樣 然後 對 就會 設定了 坐在那裡 然後 就覺得 都沒有計算 真的沒有計算 難道我又寫回一首 Christy 2.0 3.0 我自己 對以前那種 音樂曲風 是悶 厭了 所以試一些新的 當然你試一些新的 就會有一班 一直支持你的人 就會離去 我覺得很正常 就是有種無奈 無奈 無奈多過 無奈加 加不開心 對 一路聽下去 那個心情很複雜 還有階段性 我們想知道你多一點 就是 那你首先 發現到這件事的時候 有沒有一刻想過 我怎樣可以 撎回那一堆的粉絲 他真的 第一天就跟我 是有情義的 還有真的充滿感謝 當日我還未有人認識的時候 你們已經支持我的音樂 我又沒有想過怎樣 撎回 如果用音樂上來說 其實很簡單 就是寫回那類型的東西 我就很抗拒 我就是 沒有可能 我不會為了 你而回頭寫這些 因為我已經寫了 你要聽 你就回去 聽舊的東西 那是有一種 有種脾氣 在那裡 其實如果讓大家 聽到首播 我第一次都是 帶著這種脾氣 去對粉絲說的 但第一次就 有一點 就是 我真的 整個項目寫下來 一開始 是有一點不開心 有一點不憤 就是 你不聽舊的東西 我是要做自己的 然後 冷靜 就覺得 唉 我們見過 可能都是上天的安排 你要離開我 那也沒有辦法 但是 我也覺得 至少我們 相處的時間 是開心的 這樣 我是真的沿著這個起伏 去寫的 整首歌 真的拍拖 對 真的拍拖 的感覺 本來我是想過 不如再忍遇一點 寫到真的好像情歌 讓人聽下去 真的以為是情歌 但是奈何 跟我性格一樣 我是忍遇不到 我發現我寫不到這些 很直接的 對 就直接輸出 就是往這個方法寫 對 那種無奈有沒有哭 呃 差一點 因為 我覺得 這個是成長的無奈 我覺得是 有些很直接 坦然說 因為以前上學的時候 有時間可以來看 現在工作了 有些離開香港了 有各種不同的原因 那人真的會大 難道 常常都 對 這麼有空去 好像以前小時候 追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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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真是 Glad that we met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值得你去這樣 去 spend time on 的一個人 或者 一些音樂 這樣 不單止你成長 其實是 他們都成長 都成長 對 我覺得我自己都不是很老 但是不知為什麼 大大話說 數數下 其實都真的 都半年了 五年 對 都真的 改變幾大 就是 由大學的時候 就去了 出來做事 然後有些中學的時候 就上大學 現在 中學喜歡的東西 跟大學 可以差天共地 到大學的時候 你更加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你喜歡的東西 就不會跟那班 就是又跟一班一起聽 然後去到大學 就會變成 我不聽這些 然後由中學 我不聽這些 那些人就會 變成了 再聽一些偏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正常 我如果抽離第三身體 你代入他們的角色都會更加 我是很樂意見到這個情況發生 對音樂 對音樂 很合理 很合理 那就是 這個是他們 那又看回你自己 剛才也有提到 是Live音樂會 風火雷電是一個分水嶺 或者現在也越來越紅 越多人認識你 那你覺得你自己 除了在名氣上改變了 你有沒有真的不同了 我想說 在這個圈一年 等於在其他行業 五年可以抵 你經歷的人同事 其實是很誇張 都是在一個很極限的程度 那你說我有沒有變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更加 更加是一個工作狂 那你說 我有沒有變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什麼變 對 我自己覺得 和別人看 可能覺得 不同 我覺得我自己對音樂的看法 都是這樣的 亦都是很誇張 音樂是養活到我 這個是極誇張 極度自豪的 是 我小時候都聽過 爹地媽媽說 你做音樂找不到 然後我說 不是 找到 找到 對 我還想買車 對 再買 對 我覺得 我是自豪的 我覺得 我的支持者 看到我這個 這個過程 亦都是 開心 我自己覺得 因為有很多 這幾天 超多DM 是打千志文 跟我說 聊天 那 裡面都有很多內容 我看完之後 覺得 都真的改變了很多 但是我問志文自己 內心 我覺得我是沒有變過 就是 我都盡力去拍每一張照 簽在座的所有 真的我每一次都是去到 就是 保安哥哥 是拉著我走 然後 叫你走 對 管理隊的同事 就說 不是呀 真的要下一場遲到 不行了 還有 在街上 我也是 沒有說不 拍照的 所有事情 因為我 我是很 感受 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很奇怪的存在 我的音樂都很奇怪 在香港這個 任何圈 但也有人聽 所以我更加 感受 大家給我的 任何一個機會 和每一個支持者 跟我說的每一句說話 所以 除非 我記得 有一次是有人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我就說不 唯一一次 對 你有寫出來的 那些 是 通常 真誠 他都忍不住 這些就是大家喜歡的 太心有趣 在那些千志文 你一直看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誤會過你 或者 你想回應 或者真的想反擊一下 誤會過我 又沒有 因為我 做得出我就認 他們說得對 你也覺得 有時候 的確我是有些 脾氣的人 大家看來 要理這些脾氣 我的脾氣都很公平 又不是選人來做的 甚至乎一些 給我錢的僱主 我都 有時候都受不了 這個我自己 我 都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你說 有沒有事情要平反 或者 可惜的 我覺得有 以前我是經常性開Live 好像Woody剛才 我們開球之前都說 你最近是不是多了開Live 我說 都算多 一兩次 以前是經常開Live 然後 什麼都說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 普通人 和網路上的人 例如初期的時候 那些朋友都是 YouTuber比較多 網路歌手比較多 你知道大家說話都 說什麼說什麼 沒什麼責任 很大包袱 這樣 誰知道去到近期 就開Live 都上新聞 然後我媽媽就打你 阿仔你不要再亂說話了 哈哈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覺得 警告到終於 要有些包袱 和要有些承擔 是 那站那麼多 現在按那個按鈕 跟以前按那個按鈕 是 感覺是不同的 謹慎了很多 是的 以前是 有人 亂說話 在上面直接發脾氣 或者 就是 所以這個變化 可能有些粉絲 覺得 現在 會隔了一層 或者幾層 之後才說話 還有就是 我試過有 很多 說的是 小學生 說喜歡我 或者我的朋友 說我二生仔 好喜歡你 那些歌全部都會唱 我說 有好好的 哈哈 那當然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懂課 厲害 好好的 懂課 但是同時間是 不要罵我 這個應該是 你要家長自癮的 責任來 給你聽些什麼 和不給你聽些什麼 那第三張專輯呢 Evolution呢 它的進度如何 其實都 突然間 風向又有改變 計劃又有改變 本來是一首全英的專輯 因為其實燒煙的成績不錯 在 Streaming上面也有些 外國的大 Playlist 多了一些外國人聽 但是 突然間 又 Fill走先出了這首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那他搞到 很激烈的 那繼續全英還是怎樣 我就算了 卡拉卡拉 所以下一首是英文 然後下一首是中文 再下一首是英文 這樣卡拉卡拉梅花間竹 這樣出 所以 英文已經寫完 我現在又要去寫一堆中文 就為了要有梅花竹 對 其實這個某程度上 就不是走感覺 你都給了一些框框自己 對 突然間 這個感覺令到我給了框框自己 還是一種儀式感 覺得這樣好像漂亮一點 對 說起變化 我以前真的不在乎 我真的不在乎什麼語言 不在乎什麼串流數字 是 我現在在乎的 什麼時候開始 還有為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 那 都是 錢 即是譬如 那你Streaming 我都說 剛才節目開頭都說 我和爸爸媽媽說 我音樂是賺到錢的 那 音樂賺到錢 第一步就是Streaming 嗯 那Streaming上面 那個數字就會是 好影響到這件事 老實說 英文 是我寫來爽的 你說數字上面 有的 都找到吃的 但是 那你寫過 中文歌你就知道 那個數字的差別 那 對 內部大很多 對 但是我也是堅持的原則 就是我不會為寫而寫 即 題材也是一樣 我要的題材 是令到我自己 真的都 Touch到你 至少 那個叫什麼 什麼一笑 就是 心裡面聽著 挺有趣的 會心微笑一下 會心微笑一下 那我呢 就會 就會走 戚餐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下 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 按著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啦